Library 一個韓式庫 其實我剛開始我還是有點摸不到籌緒 這兩者到底是 其實根本就是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一個叫Class 一個叫做Library 或者叫DL 有沒有其實如果以前有開發過 Compile有沒有 Microsoft那一套就是 它Compile成DL 然後放在System32底下 可以讓你去呼叫 它是一個Library 它是韓式庫嘛 那其實Java的概念也類似 只是說它不是DL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把之前的東西 要能夠轉換到Java裡面 基本上 目前好像沒有特別的機制 你還是要重新再 重新改寫過 然後用Java的Compile 重新Compile之後 也還是可以在Java裡面用 那但是以前的DL 可不可以把它轉過來 我目前是沒有看到 不過應該會有這種東西吧 可以把DL轉成Class 這種東西我現在是沒有看到的 不過基本上應該會有這種東西存在 那這個架構的話 基本上類似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韓式庫就可以去呼叫它 來幫助我們達到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想這個如果以前有寫過程式的人 大概都會有這些觀念 那基本上我們的工作 並不是要去寫這個寫 不是要去寫韓式庫 不是要去寫Library 而是要去懂得去用 因為我們是屬於高階的 我們不是屬於低階的 所以你的工作是要知道說 這個Java裡面有哪些套件 哪些韓式庫 那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對於字串處理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String的類別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 一個String的一個韓式庫吧 反正你就要知道它有哪些方法 那這些方法可以幫助你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要切字串好了 中間有很多的空白 然後你要把它切成一個陣列的話 那你就要知道有個什麼Sprinter 可以幫你把它切割 這個其實基本上也有點類似 如果各位有用過Excel應該都知道 Excel裡面不是有插入函數嗎 那些函數也是道理差不多 反正那些就是使用韓式庫 去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大概類似這樣子 OK 那再來的話它的編譯執行 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虛擬碼 程式碼 它做一個compiler 變成一個bycode 那這個bycode的話呢 就可以在那個JVN上面可以run 那它的原始碼 基本上它的負檔名就是 點Java 點Java 那compiler之後就是 點Class C-L-A-S-S 那這個點Class 放在JVN上面就可以run 這個有點像是 我們在Windows裡面 compiler成.exe對不對 你才有辦法在Windows裡面run 到底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是 在Windows OS上面run 那如果我說你在Java Java很聰明 Java就是我不要OS 我的OS就是JVN 就是 點Class就可以在上面run 那無論它在哪一個平台上 只要是點Class都可以run 前提是 要有JVN 那JVN安裝就是JRE 有沒有 我們再download 所以任何版本你只要去download JVN C- 感谢观看